天氣實在好熱 台南安平古堡趁勢 推出cosplay換冰淇淋活動 不過仔細一看 園區內人手一把陽傘 防曬外套包緊緊 再說一下避暑 就是沒看見半個人辦妝 在大熱天辦妝 只為了一支冰淇淋 讓自己滿身汗 不僅沒有消暑 還越來越熱 吸引不了民眾 甚至也有人 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活動 全台都受到高溫清洗 中央氣象署資料顯示 不管南北部 週日的氣溫都標迫35度 体感更超過40度 台灣就像一棵烤箱內的夯番薯 讓遊客旅遊期間 拿出各樣法寶 來對抗高溫 還有民眾熱到拿起飲料瓶 敷在臉上幫助降溫 而在4號台灣外海 出現了熱帶性低氣壓 根據氣象署觀測 熱帶性低氣壓 雖然離台灣有段距離 暫時不會影響 近期是否會形成颱風 還需要多加觀察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